霸凌我的同学 我有收到他的讯息 但是 我其实到现在 我还没有一读那一则的讯息 我不太知道 他特别讲了些什么 学生时期 其实高中之前 大概是国小 国中 就长达 就这样六七年的时间 因为小时候在性格上面 就如果比起 同班同学的男生 可能个性上面 就比较阴柔 或是说 性格的气质 比较不一样 就可能大家喜欢 碰碰撞撞 然后我是玩一些 比较特殊的游戏 对等等 可是我可能就比较不喜欢 然后我比较喜欢 跟班上女生相处在一起 那因为这样子的 说话方式 行为模式等等 那其实会 会被讲一些 比较不好听的字词 可能就比较常见的 可能像 什么酿炮啊 酿酿枪啊 或是对于 你的性向 有所一些歧视等等 那在那段期间 真的是 过得蛮辛苦的 就是也有求助过老师 或者是说辅导师等等 其实有时候 求助也 不一定有果 那不过 蛮幸运的是 每个时期 都会有几个同学 站出来 就是会告诉我说 就是别怕 有他在 然后我们可以下课 跟他一起去玩 然后或者是 看到我在 例如我的 桌椅被翻掉了之后 他们就帮我一起剪课本 反正我在外面 不让我进来教室 他们也会就说 你们这些臭男生干嘛 然后就帮我去 开教室的门等等 所以他们其实到现在 我们认识了 十几年 都还是好姐妹 对那段时间 就真的蛮开心 可以遇见他们的 也觉得很幸运 帮忙没有 没有 就是回去舒服 其实不敢跟家人讲 就是那时候会 变得是说 你在学校做这些 过的这些事情 有时候 如果你都跟市长讲了 有时候没办法 对到姐姐 我觉得不一定会 敢跟家人讲 说我其实过得不好 一开始反而会变成是说 我是做错什么吗 就是我反而会先是怀疑说 是不是我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导致于说 我应该要跟别人一样 才不会遭受到 这样子的待遇 对 不过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发现其实反而 你这样独一无二 没有跟别人 就是跟别人有所不一样 是一件好事 应该要珍惜 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是有的 开始发现 有同学愿意 出来生元年 你不是孤单的的时候 其实就会有力量出来 去讲说 这样子不对 然后制止这件事情之外 也会 比较不会说 一昧地被欺负 而是会站出来 让他们知道说 我其实是有勇气 去对抗你的 我不是一昧地 只是任你摆布 然后你帮我的客桌椅 OK我也不会有被打倒的 这件事情 在我开始做创作的时候 其实我有收到当时 因为那时候 Facebook的时候 我们还有 是有联系方式 跟霸凌我的同学 我有收到他的讯息 但是 我其实到现在 我还没有 已读那一则的讯息 我不太知道 他特别讲了些什么 对 对 就我觉得好像 如果事情都过了 我自己也过了的话 然后我就不太需要 再去特别追究这件事情 然后高中之后 我就比较信念 遇到的都是好同学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